大家好,我是美国健康健美生活的Jane 今天是我新冠中招第七天 今天是星期一,所以我已经工作了一整天 早上起来感觉好了一些,头不是那么疼 白天工作一天真是觉得挺累的 到了下午五点半,事情做完之后就马上葛幽倒了 弄了一会儿冥想的音乐,然后也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 就是在你特别累的时候呢,就是又有那种浑身发冷 身上很酸痛的感觉 我已经是整整一周了,慢慢缓解 但是这个疲乏只有50%的恢复吧 额瘦也还是一个问题 头疼呢,有一点点,还是这个左边有一点头痛 今天了一个问题,今天早上有小半天的时候 我就一直觉得特别想去搜索大号 每次呢,也不是有很多,也没有拉肚子的问题 我开始以为是不是我前两天吃的东西比较多 但后来我现在想,可能是不是病毒也有对肠道性的影响 是不是在排毒呢 不管怎么样吧,到了下午就好多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症状,我记录一下 每天我都把我自己吃的药都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还吃这个ACCDMZ 又加了一个probiotics,叫P吧 这A是aspilin,C是维生素C 还有一个叫colex,就是让这个大便比较软 软化剂 还有维生素D,还有melatonin,黑色素 还有Cin,然后就是再加上了一个probiotics 就是这种肠道益生菌 因为我现在不太想喝甜的东西 前几天我喝那个红茶菌 你们有肠道益生菌 但这两天我不太想喝甜的和凉的 所以我就开始吃这个益生菌的这个 一个一个的胶囊 每天一个就可以了 我上面所说的这些呢 维生素C,维生素D 还有这个Cin 都有一定的说法可能能提高免疫力 但是这些也没有很确凿的科学依据 但这些没有太多副作用 我就决定吃了 那有朋友提问说 你怎么样提高你的免疫力 你怎么不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我赶紧总结了一下 我也是读了一些文章 七条内容 再次说一下 这些也不是说 退烧药可以退烧 成生素可以治疗 感染尿漏感染 这个不是那么明确的数据 但是有一定的医学的依据 都是很好的一种生活习惯 所以我也还是推荐的 好,咱们开始说第一个 第一个呢就是要保证有足够的优质睡眠 这个从各角度来说 包括免疫力的提高 还有对你心情的 保持一个好的心情 还有保持一个好的身材 都非常重要 这一天慢慢再好转 可就是还是晚上睡觉 睡一会儿醒一会儿 还去好几趟厕所 我再慢慢的改进 好,第一就是足够的和优质的睡眠 第二点 要多做运动 最基本的是 一周150分钟的 中等强度的运动 其中有一半呢 是用来做这个负重训练 因为在运动的时候 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的那些 淋巴细胞 让它们到自己的各个器官 包括肺部啊 包括上呼气到粘膜呀 来执行它们的作用 比如说有病毒啊 有细菌啊 这些保护性的细胞 都会和它们做抗争 把它们搞得翘翘了 最好每天都走走路活动一下 待会儿我可能 在房间里收拾一下衣服啊 什么的 做一些比较轻松的运动 今天因为工作量比较大了 所以我就不做hardcore 很努力的运动了 三点呢 就是要控制压力 这个也非常容易想明白 因为在压力的时候 我们产生一种皮脂激素 这些激素呢 让我们很好的应付压力 但它呢能够提高血糖 而且降低我们的身体免疫力 所以这个就是 我前几周 几个事情都赶到一起了 所以才中招 降低压力呢 包括冥想 包括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 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还有呢 就是多看看外面很好的天气 然后让自己觉得赏心悦目 总而言之 就是个人有个人的办法 要把自己的压力降下来 好 第四点呢 就是有均衡的饮食 饮食里面有足够的蛋白质 因为我们身体产生各种抗体啊 这些都是需要蛋白质 合成蛋白质的 还有呢 就是有好的蔬菜 水果 有抗氧化剂 然后还有这些寒心的 这些自然的食物 我做的还是不错的 我吃东西 我不是 虽然我是个健身达人 但我绝对不是吃的少的人 我一日三餐 然后每顿都有碳水 有足够的蔬菜 有足够的蛋白质 就是少吃红肉 不吃这种processed food 就是这种加工的食物 比如是方便面啊 还有那种腌肉啊 那些我不吃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我做的还是可以的 第六点就是 可以尝试一下冷水浴 冷水浴有说法是 可以有好多种好处 其中就包括提高免疫力 有燃烧脂肪 我有一个视频讲了这个 但是这个冷水浴 对我本人不适合 因为我有种问题 就是皮肤冷过敏 一旦遇了冷水的话 就会起红疹子 所以我不能实行这个冷水浴 但是冷水浴本身 我尝试过一段时间 除了皮肤 感觉还是都不错的 后一个第七点 就是要保持幽默 每天经常大笑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 每天做视频 都聊一些闲的杂的 而不是就光说 今天哪不舒服 吃了什么药 说一些好玩的事情 我自己开心 大家也都开心 今天比较好玩的事情呢 就是这些天都是自己 做事情睡觉 还是挺想念先生啊 大女儿是一个非常体贴的女孩子 所以她每天就把我们家的雪球 小猫咪拎到这个门口 然后让她站着 给我打招呼 然后又把她放到这个玻璃门的门口 让她在那看着我 我自己心情就马上好了好多 今天呢我拿了一个瑜伽球 坐在我这个书房的玻璃门那儿 然后那个坐在那儿 先给爸爸妈妈打了电话 然后让老公坐在 隔着门的另外的一个餐厅那儿 然后我把我在笑话群里 看了一些笑话分给她 分享给她 我们还一起看了好几个笑话 非常开心 我们家老妈是那种特别犀利 看问题非常文准狠的妈妈 我昨天好多朋友都说 哎呀你最近瘦了 但是大家都特别含蓄 没有说哪瘦了 就是我妈说 你看你脖子 上面好多皱纹 我一听 我说那可不是吗 可能是有点脱水 所以今天赶紧穿上高领衫 这样大家也不用看我脖子上皱纹 但是说实话可能好了一些 现在今天晚上洗了个澡 我把头发披下来 这样让头发尽快干了 然后也多喝点水 这样就能够保持皮肤的 比较有水分 不是显那么干 让你在生病的时候比较舒服 这种热水袋是这种很古老的 现在可能有非常先进的 当然我还是挺喜欢的 有的时候晚上 就这两天晚上觉得冷 我们会上不舒服 很紧的时候 我就装上水 抱着这个热水袋 加这个水不是特别烫 这有一个套子 但是我觉得 也不一定非用这个套子 这样抱着它 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舒服 还有呢 我这几天也想慢慢做一些 视频跟大家分享 当医生行医的一些故事 我在美国行医也十来年了 还是有挺多的故事可以分享的 比如呢 我今天就在想 大家都劝我说 哎呀你少工作一点 那个这样能够休息好 我觉得也是 我已经把我的这个计划 变成像一般的时候的百分之七十吧 一句话说得好 但是你觉得岁月静好的时候 都是因为有人在负重前行 确实这样的 有很多病人呢 比如说他们的情况不太好 我是血液肿瘤专科 如果他的这个肿瘤 有进展的话呢 我对他的情况最了解 所以给他来讲述 并且给他一个治疗方案 我觉得我做的事情还是最合适 所以我都还是 像这样的案例 都坚持由我自己来处理 一些比较routine 比较常规的 我有医生助理会来帮助我 当医生真的是体力活啊 所以当医生有几个特别重要的素质 一个是呢 有责任心 还有一个呢 脑子比得比较好使 然后就是得身体比较好 您啊或者您的孩子 喜欢医学这个这条道路 也不用担心 谁也不是都是生起来 就有这些素质 很多时候呢 都是慢慢的能够 把这些素质培养起来 比如说记忆力这件事情吧 我本身是理工科出身 从来也不标榜 自己的记忆力好 但是后来当了医生之后呢 就发现慢慢的 自己的这个观察力就强了 观察力呢就是 比如一个人过来 他怎么走路 他身边有什么人 他戴不戴眼镜 然后他用不用拐杖 就是说很多细节 你就可以能够抓住 这样这些细节都帮助你 能够记起来事情 比如我和我家先生 说以前什么什么事 他说你怎么这么多鸡毛蒜皮 都记在脑子里 我说那就是这样啊 这个都是能记住的 还有呢就是我那些生助理 他们呢经常就问 这个Dr. Liu这事 你看怎么怎么处理 我说他是这样这样 前面得过这个情况 有这个情况 所以这次出了这个 有了这样的结果呢 咱们就要这样这样做 他说哇你怎么都能记住啊 我觉得凡是我自己亲手 经历过的事情 他整个事情发生的细节 这个病人或者是他的病情 还有周边发生事情 这些你亲身都能够 把它在你的脑子里处理过 就是都是能记住的 这些有什么意见 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想听 什么样的故事啊 有哪些情况有关医学健康生活的 就给我在下面留言 我都会慢慢记起来 然后和大家分享 好了谢谢大家 我明天再见拜拜